欢迎回来最后来关注媒体产业的动向 近日传媒大亨摩多克掌舵的新闻集团拆分之事终于尘埃落定 集团拆分成娱乐和印刷两家公司 作为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 新闻集团一直以来业务涵盖报纸杂志出版电视等多个领域 但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其印刷媒体及报纸业广告下滑 长期亏损 需要依靠有线电视和娱乐产业盈利的反补才能得以生存 那么在全球媒体业转型的大潮之下 像新闻集团这样包罗万象的媒体帝国将何去何从呢 日前美国资深媒体战略咨询顾问王冬月 与我们一起探讨了这个话题 分拆之后 出版公司将保留新闻集团的名称 负责原新闻集团旗下报纸图书的印刷产业和教育产业 包括华尔街日报 泰晤士报 纽约邮报等100多家报纸的运营 娱乐公司则更名为21世纪福克斯 负责运营福克斯影业 福克斯广播电视网和福克斯新闻频道 我们知道日前新闻集团拆分产案落定 然后分割成了两部分 一个是出版业务 一部分是娱乐业务 那您觉得此次拆分的动机是什么呢 一个是整个媒体的产业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这十几年 新媒体和高科技新媒体的这个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而新闻集团呢 它的整个纸媒体这部分 相较于其他的大的媒体集团呢 它的比例又比较大一些 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媒体企业 所以它更要考虑这个媒体的未来的方向 而且新媒体现在的它的广告收入也越来越占 或者很多公司已经占超过这个传统纸媒体的这个广告收入了 所以就是它必须要考虑 第二点呢 我想呢 就是从那个投资人来考虑 因为新闻集团呢 是上市公司 投资人呢 会考虑这个股票的成长 公司的发展 那么从整体来看呢 它的最大的盈利点 是它的娱乐公司和它的这个电视方面 那投资人呢 在这方面也比较激进 也很希望也push 就是推动这件事情 希望新闻集团尽快的有一个战略上的转型 2011年7月 新闻集团旗下报纸 世界新闻报 因爆出窃听丑闻而被迫停刊 新闻集团也因此陷入信任危机 一年之后 集团宣布拆分 业界纷纷猜测 拆分与窃听丑闻有关 王冬月认为 拆分确实有利于新闻集团旗下出版业务重塑声誉 此外 他还谈到了时代华纳等其他传媒集团的转型之路 我们知道今年三月份 时代华纳也分拆出了旗下的出版业务 那这是否反映出了整个媒体产业的一个趋势 就是分割或者是剥离不相干的业务 然后整个集团变得越来越专注 这是非常之震惊 因为呢 对于业内来讲 因为时代华纳呢 相对其他公司来讲 是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谨慎一点 很多公司都是会不舍得把这一部分分拆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从他的这个商业利润来讲 确实影响到他的全盘的计划 所以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对外去公布了嘛 他要做一个整体的分拆 或他是和一个 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 美国的媒体公司 比较小的一个公司 而且是一个专业媒体公司来合作 还有像大的英国的这个这个出版业 像皮尔森 他要把他的纸媒体部分 他有书籍出版 他还有他的经济学人杂志 他也在筹备分拆 所以像这些你都看到这个业内呢 在逐渐逐渐在这几年 不光是纸媒体的具体一个公司 比如说报纸的这个收购 还是卖掉 就是他具体的大公司 媒体公司里面 只是他其中一个业务点 而且呢整个公司 是在这一个sector 就是这一个类别里面 他都有可能要剥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基本能生存的杂志或者报纸 基本上以后还会继续生存 不能生存就都已经 在这个监品收购过程中 已经这个过程完成差不多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现在新闻集团旗下 分拆出来的这个出版业务 包括可能我们包括知道 华尔街日报呀 泰晤士报呀 还有纽约邮报呀 这样子的 就因为纸媒线面临 很大的困境 大家的疑问就是说 分拆出来之后 没有娱乐业务的反哺和支撑 那它怎么自力更生 实现一个增长呢 或者是它能不能活下去 很多人现在都担心 在没有这样的分拆之前 因为新媒体的冲击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纸媒体像报纸杂志 这样的纸媒体 传统纸媒体 会不会有一天还会消失 莫德科说我在分拆以后 我还会投更多的报纸 还会有不断的投资人 进入到这个领域里边来 只是他会挑 在这个非常强的品牌 非常好的内容 而且呢 他的这个编采的队伍之强 还有一点呢 就如果我们从这个 就是收入的这个 成长过往的趋势来讲 看呢 其实从过往一年 2012年 这个主流的报纸在美国 包括一直成长比较艰难的 纽约时报 还有一支比较稳定的 华尔街日报 以及也受到了一些冲击的 今日美国 实际上在2012年 你看它的整个的业绩 还是都是不错的 还是有成长的 就它这个传统媒体 这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说 确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存活下来的最精华的东西 不但是会保留 还会有稳定的 渐进的成长 转型是应对冲击的最好方式 出版业务的新负责人 汤姆森曾表示 公司将大力进军 手机一动端 并开始向使用其读者 和订阅用户数据的 第三方收费 王冬也说 他看好传统媒体的 这一系列转型 而且这对中国新闻媒体 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